我最愛的東港早餐之一 肉粿 肉粿 對 東港的肉粿它有分乾的跟濕的 我個人口味 我個人 我最喜歡的是乾的部分 要先拌過是不是 對 下面會有醬汁 我跟你講肉粿在東港這個地方 其實到處淋漓 跟便利商店是一樣多 但是每一家的做法雖然一樣 但他們釋放出來的味覺 好像都會有一點點些微的差別 我覺得要怎麼更夠味你知道嗎 正確的吃法有沒有 你一定要來 好不好 來個粿 來個鹽牆 你知道嗎 鹽牆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肉粿嗎 因為其實粿的話 它其實只有在萊米而已 肉的部分在哪 它指的就是香腸 還有黑膏 還有三層肉 肉是在這邊 這樣下去就對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那麼期待你 好像我煮的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太熱愛這個肉粿了 好好吃喔 這個如果我下次來 我真的還是會來找它 因為剛剛我吃到是蝦的 黑膏 對 它其實是很脆的 它那裡面有一點的脆度 然後再咬下去之後發現 它那個鹹度還是在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那鹽牆 最後它聽到我口中的是 那個鹽牆的香氣 還有甜度 直接吃 這個讓我想起的那一句話 有些食物 就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 但偶爾見面一次 你就感覺好多話想要對他講 好 清楚 有沒有 你還是沒有變 你在這邊屹立不搖了五十幾年 對 一樣始終如一 從我第一次來吃 到最近這一次來吃 味道都是一樣的 我喜歡肉粿它本身柔軟 然後帶一點彈性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最厲害是什麼 是它其實是它上面的這些配料 對 你看你吃遍他們這邊所有的肉粿 不只這一家 對 其實他們都會放了一個東西 叫做鹽牆 可是它的鹽牆 其實是你出的東廣 幾乎都吃不太到 我私底下有問過 這一家是請他們的嫂嫂做的 然後他們的鹽牆的做法都是 瘦肉會占比較多 雖然它叫做鹽牆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會比較偏臘腸 可是它那個香腸 你看 它雖然切得薄薄的一片 但是它那個香味 真的是有夠香的 你知道嗎 然後它第二個香味的來源 就是它裡面那個三針麻 它在放進去之前 它本身它會用醬油先去炒過 所以它是有那個 有帶有醬油香氣 有炒過的那個香氣的那種三針麻 而且它更聰明了 雖然它沒有放 他們東港三寶櫻花蝦 它放的是黑鎬 但是因為黑鎬 它本身還要帶一點點肉 而且它放下去之前 它一樣會稍微去把它煸炒過 所以它那個蝦殼的香氣非常的香 但是你又可以吃到 那個微微的蝦肉在裡面 去增加它那個口感 更有飽足感 很棒 你真的好會介紹 我很愛它 老朋友 你很厲害 他們這邊最早最傳統的吃法 其實是吃湯的 基本上它的料都差不多 它是從重點說在它的湯桶 你先喝喝看 你覺得那湯有怎麼樣 它其實是清爽帶一點甜度 但是它其實也是稠稠的 你仔細看 他們湯裡面還有什麼 肉 它是魚嗎 四目魚肉 它裡面有放肉 它那湯基本上兩個湯底是什麼 就是再來一米的牛漿 然後再配上四目魚的魚肉 然後去熬製的 但是來囉 在地人他不會單純這樣吃 最在地的吃法要怎樣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三罐 三罐是醬 配料 見證奇蹟的時刻來 來一點蒜 我喜歡蒜 然後再來一點這個 這類似關東煮醬嗎 對 他們特製的醬 一點 神奇的時刻到了 要不要幫你拿 好酷喔 到底會有多神奇 你看你這樣子很得意就覺得 好像是不是很厲害 這樣就變不一樣了 對 它完全變成 不一樣的湯了對不對 很奇怪 你加他們這邊的蒜 跟它的辣椒 跟它特製的醬汁 三合一把它夾進去完之後 那個四目魚的湯底 整個鮮味完全都提升到了 對啊 最高點 這完全是不同的感覺 對不對 怎麼會這麼甜 變得更好吃 旅客人的影片 cleaning 大家三合作 在這裡 已經沒有那些電子 還有一點點 我們要錄吧 這些電子 對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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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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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